警局内 一个妇女正在向女警梧桐哭闹 称自己的丈夫 严建国失踪了 让刑警队来帮忙找人 梧桐因为女子上班的地点 就在警队的旁边 百般无奈 只好答应了下来 随后便找到了梦队来诉说苦水 昨天来的那个卢文秀 刚才又来了 就是神经兮兮的那个 说什么也要让咱们帮着找人 这都是派出所警察馆的事 我和他说了 他听不进去 我还给严建国的房地产公司打了电话 严建国前两天和他同事说 他可能要去度假 说不定他真带着哪个女人玩去了 可是梦队的听完后 却觉得非常的奇怪 因为严建国真的在外边 有别的女人的话 按照常理来说 他会将家里安置得好好的 还会跟家里说 会在外边谈生意什么的 不会将手机一关 谁都不理啊 梦队越想越奇怪 并让梦同前往严建国工作的地方进行调查 梦阵响却从公司的蒋总那里意外得知 严建国在外确实有个亲人 而公司的孙秘书也表示 前两天在严建国的车上看到了一个年轻的女人 可是现实的情况真的正如他们所说的 严建国正在和别人划天酒地吗 就在众人淡淡遗忘这件事时 警方再次接到了报案 一个垃圾场内出现了一具 盖着塑料布 浑身充满刀伤的尸体 梦队来到现场 为了确认死者身份 便将尸体翻转了过来 没成想 此时的梧同确认出了死者 这人不正是前几天 卢文秀他们要找的严建国吗 这时 太平间内 警方请来了卢文秀 来认领尸体 卢文秀在看过尸体后 崩溃地哭了出来 这就说明了 死者正是淹建国本人 为了调查案子的真相 警方便对包裹 淹建国尸体的塑料布 进行了调查 却发现 塑料布上竟沾染着大量的血迹 还发现了喷溅血迹 也就是说 凶手为了隐藏现场 特意找来了塑料布 对死者进行杀害 而这一切 很明显是早已规划好的 可是严建国 到底和谁 有如此深仇大恨呢 另一边 警方对严建国的人际关系 进行了调查 死者严建国 现年40岁 早年曾经是建筑施工队的包工头 前年升到公司的管理层 并担任公司副总 他跟卢文秀结婚后 有一个儿子 现年15岁 他的社会关系比较复杂 当年在做包工头的时候 就因拖欠农民工工资 得了有个不少 经过尸检可以确定 他的死亡时间大概在四天前 死者严建国身中数刀 失血过多导致死亡 凶器目前还没有找到 我做了个导模 从伤口来看 这把刀从背到刃 大概两厘米 而且非常的薄 估计是一把材质刀 另外 我在死者的血液中 发现了三座轮成分 也就是俗称的迷魂药 孟队得知线索后面分析 这起案件 极有可能是女性做的案 因为死者身上的迷魂药 足以让任何一个男人 任人摆布 而现场发现的作案工具 和死者伤口的痕迹 也可以充分地证明这一点 难道凶手 就是严建国 那个所谓的情人吗 为了盗查真相 警方便对严建国手机里的 通话记录进行了调查 却发现 一直处于关机状态的手机 此时竟然开机了 众人在确立了手机的位置后 便立刻赶来了现场 却发现 此时拿着手机的 竟是一个捡垃圾的流浪汉 流浪汉在面对警方的询问后表示 这手机是他从垃圾堆里捡的 随后流浪汉便被警方 带往了他所说的垃圾堆 没成想 另一边的河川 早已根据线索来到了这里 意外的 在流浪汉的家里 发现了一个钱包 而里面的东西 正是严建国的 随后还发现 流浪汉家里 挂着的塑料袋和包裹 也是严建国所丢失的 现场如此多的证物 说明这个流浪汉 肯定知道些什么 于是梦队便悬问流浪汉 当天的真相 可死时的流浪汉却开始和警方 漫天要架了起来 梦队见流浪汉不肯配合 便严厉地斥责了他 这下可把流浪汉给吓了一跳 赶忙解释 当天 曾有两个身穿黑衣的人来到这里 将箱子丢到了垃圾厂后 便迅速离开了现场 随后还在不远处的山沟里 把身穿的黑衣全都烧了 在烧完衣物后 流浪汉才发现 那两人就是两个女人 梦队了解完情况后 便回到了居里 一同一合川 在居里发着单 因为现在警方只知道凶手 是两个女人以外 没有任何别的线索 而严建国所谓的情人 现在也仅仅是一个传言 并不知道他到底是谁 就在两人正不知所措的时候 梧桐带回了重大线索 梧桐根据调查发现 死者所在的房地产公司 曾被很多业主投诉过 并且还找到了三封匿名信 都是来举报房地产的房屋违规的 梦队德之后 便让乔光对了三封信 进行调查分析 却发现 这三封信 竟都是从同一台打印机打印出来的 而小光此时 还查到这家房地产公司 在前不久 曾订购了四套塑料袋和包裹 而这塑料袋 竟然和严建国尸体上的一模一样 梦队德之后 立马前往了严建国的公司 进行调查 随后便在蒋总的办公室里 发现了一台打印机 而打印机所打出来的纸张 竟与举报信的内容一样 随后警方 还在用来招待客人喝茶的地方 发现了问题 现场好像曾没人擦拭过 而警方 在拿化学药物擦拭后 却发现 地板上就有一丝血迹 在如此多的证据下 案件也终于水落石出 原来 公司里的蒋总 为了能更容易地 拿到严建国家乡的地皮 于是便讨好严建国 在前年 将他提升为了副经理 梅城祥 自那以后严建国 竟通过途径 知道了公司的内务 随后便开始 变着法的敲诈蒋总 蒋总为了公司的利益 也因此忍了下来 梅城祥 有一次严建国却说 工商局的人 要来查这家公司 而严建国却表示 能帮他处理这件事情 蒋总听后 便交给了严建国一大笔钱 可没真想 蒋总在突然打听后 却得知 工商局的人 根本没有来 而这一大笔钱 却全落在了 严建国的兜里 一而再再而三地敲诈下 蒋总不甘心 将公司多年来的经营 被严建国掏空 于是便联合 曾被严建国欺辱的孙秘书 将严建国给密谋杀害了 蒋总交代完这些 心中便充满了气氛 因为他怎么也没想到 将严建国升职 会给他带来如此多的麻烦 可是俗话说得好 苍蝇不定无缝的蛋 如果蒋总公司内 没有这些漏洞的话 又岂会发生这些事情呢 案件到这里就结束了 校区内 发生了一起命案 梦队接到报案赶到了现场 一进门便看到了女人 躺在客厅里 由于现场十分的凌乱 警方便猜测 死者生前可能和人发生过争执 因为他脖子上的掐痕 可以充分地证明这一点 与此同时 警方在现场还发现了很多 可疑的线索 屋内的录音机正播放着东西 地板上发现可疑的脚印 以及电话簿上的神秘数字 可是这些线索与案件 又有什么关系呢 为了调查线索 警方便找来了死者的男友 王连民 据了解 他是第一个发现死者尸体的 因为中午 他从太远刚出差回来 并听到公司有人说 他女朋友已经一天没有上班了 王连民知情后 便来找女友询问情况 没成想 才刚到门外 便发现此时的门正虚眼着 而女友当时 已经躺在客厅里步行人事了 讲完这些后 王连民便拿出了 当天赶回来的机票 证明自己的清白 回到局里 法医周涵对死者进行了试检 则知死者名叫张倩 25岁 死亡时间是在昨晚的12点左右 死因是为掐住脖子 窒息而死 而且死前还有两个月的身孕 梦队了解完情况 便找来了小区的物业 对死者的详细资料进行调查 没成想 却意外地从他口中得知 张倩这个人 非常的疯 消亡的人员 十分的复杂 一天到晚 音乐和麻将声 就吵得邻居们不得安宁 而在案发当晚 那音乐声也照常响了起来 梦队听完后觉得可疑 便将这些线索 带回局里分析 从现场勘察和死亡的时间上看 作案人跳窗入顾的可能听不大 应该是从门入顾 像是死者认识的人做的案 从作案的手段上看 不像是一般的入室盗窃杀人案 作案现场像是作案人有意制造的假象 看这个 钱包空了 手势却都在 还有 由于现场被破坏的比较严重 除了张倩的指纹和足迹 其他的指纹足迹都难以辨认 梦队听完后不禁陷入了思索 因为他始终觉得 王林民这个男人有着不小的问题 虽然他用机票证明了他的清白 但依旧不能洗清犯罪的嫌疑 为了调查线索 梦队便扩大了搜寻的范围 让警员对张倩接触过的人群进行调查 同时还要对张倩家中发信的电话簿 进行着重的调查 因为那神秘的数字到底表示什么东西 警方到现在也没搞懂 与此同时 何川和梧桐为了调查线索 来到了张倩的工作单位 根据张倩老板交代得知 张倩的性格非常古怪 总想着买彩票发大财 而张倩这人又比较外向 从来没跟人起过冲突 可是如果没有人跟他起过冲突的话 凶手到底是因为什么杀害的他呢 就在警员感到疑惑时 张倩的老板却向警方透露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因为他发现张倩这个人 与公司里一个叫做殷志刚的关系非常不一般 两个人经常有说有笑的 而殷志刚此时出去办公了 张倩老板觉得警方肯定能从他那里得知什么 便让警方等殷志刚回来 可是警方好不容易登到殷志刚 他却表示自己除了和张倩工作时交集的比较多 对他的私生活一概不知 何川了解后便将这些线索汇报给了孟队 同时警方也查清了张倩电话的通话记录 发现除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人 王黎明和殷志刚都在案发当晚给张倩打过电话 同时张倩在当晚还给彩票包号打了电话 是询问中奖失忆的 而通过调查得知电话部里的那串数字正是本期的特等奖号码 奖金是500万 但令警方感到奇怪的是 他的家中并没有发现中奖彩票的踪迹 这样警方不知所措 这张彩票到底是谁的呢 他现在又在哪呢 为了调查真相 孟队便下令对彩票和张倩身边这两个男人进行仔细的调查 可下令没多久 警方便从张倩公司统事那里了解到了重要线索 原来殷志刚前不久好像中了奖 深深秘密的还不肯让人知道 非常的可疑 随后警方还从张倩老板那里了解到 殷志刚这个人有点确信眼 脾气一点就着 而案发当天 张倩和殷志刚两人在偷偷地商量着什么 孟队得知情况后 便令人将殷志刚带回了警局审门 可此时的殷志刚却狡辩了起来 正案发当天 他坐出租车去老百姓家中聊工作了 孟队听后自然吃不气 因为根据他们调查得知 殷志刚当天打车来的地方正是张倩的楼下 而出租车司机的小票和监控录像 可以充分地证明这件事 在铁证面前 殷志刚终于交代了犯罪事实 原来那天在办公室里 张倩找到殷志刚说 坏了自己的孩子 殷志刚听后是又惊又喜 马上把这件事告诉了父母 可这事发生没多久 他却接到了王联明打来的电话 王联明称 张倩在外面跟很多男人都有关系 而他也是其中一个 而且张倩还用这个孩子和他要过钱 殷志刚听后无法接受 于是在当晚和同事聚餐过后 便来到了张倩的出租屋里 刚聊没几句 两人便吵了起来 因为张倩不知羞耻地承认了这一切 还表示他跟很多男人有过关系 殷志刚一气之下 就掐死了张倩 随后便打开了收音机 尾到现场掩人耳目 孟队了解完情况后 又问他知不知道彩票的事情 可殷志刚却表示 那只是张倩在开玩笑 孟队严肃地告诉了殷志刚 并没有在开玩笑 张倩确实中了500万的财票 直到这时 殷志刚才意识到 自己被王联明给耍了 孟队了解完情况后 立马下了搜查令 逮捕了王联明 在孟队一番推论下 案情也终于水了石出 原来 王联明在得知张倩中大奖后 便产生了杀人掠财的念头 几经思索后 认为自己在太原出差 正是个好机会 于是便搭上了长途车 从太原回来 到了殷志刚公司门口 给他打了挑拨离间的电话 因为他知道 殷志刚是个有勇武谋 一急就怒的人 而这一举动 确实也成功地激怒了殷志刚 在殷志刚删完人后 他便来到了张倩的出租屋内 拿走了彩票 随后又坐着长途车 回了太原 第二天又坐着飞机赶回来 而做的这一切 仅仅是为了那一张五百万的彩票 虽然王连民 借一只钢之手 除掉了张倩 得到了那五百万 可是最后 谁又能料到 张倩腹中的孩子 竟是王连民的呢 在王连民悔恨的痛哭下 案件也落下了帷幕 清晨 两个男人在河边 散步贪心 正当两人聊得正起见时 河中一个凸起的物体 引起了两人的注意 其中的一个男子 在附近找来了一个耙子 将河中的物体慢慢涂上岸 但没想到 打捞上来的 居然是一具女尸 与此同时 郭队接到报案后 赶到了现场 据当地的民警交代 死者是两名路人发现的 打捞上来时 死者身上的衣服 是完好的 没有被抢劫的痕迹 而在打捞过程中 警方还发现了一个女尸提包 应该很有可能是死者的东西 警方面对提包进行了调查 没成想 里面的东西竟然一件也没有少 随后警方根据钱包里的身份证 得知了死者的名字 陈美兰 本事人 可是死者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为了调查线索 郭队便让警员在附近进行搜查 随后便带着尸体回到了警局 经过一番事件后 警方发现 死者手上仅带有婚件 而从死者手的细腻程度和手指的形状 还可以看出 死者生前应该不是体力劳动者 而且死前应该有过性行为 因为在他体内发现了经验的残留 裙身上下 除了额头上的瘀伤外 也没见其他的绳口 而造成他额头瘀伤的凶器 则需要进一步的调查 因为夫妻之间发生命案 一般都是配偶或者第三者 郭队便感觉这个思路 招到了死者的丈夫 杨晓明 随后还向他询问 究竟是什么人会伤害你的爱人 可杨晓明却表示 妻子人很好 大家都很喜欢他 自己也想不明白 谁会对妻子想如此的毒手 过得无奈 因为杨晓明最后一次见到妻子 是什么时候 没承想 杨晓明却表示 他并不知道妻子去了哪 因为妻子是小说作家 上星期二说要去搞创作 需要读出一段时间 杨晓明为了不影响孩子 也没有多去过问 随后还表示 妻子经常这样 郭队了解完情况 便将杨晓明的DNA 与他妻子体内的经验残留 进行了对比 却发现两者并不禁容 也就说明 这起案子 存在着第三者的可能性 非常的大 而这个人 也就有可能 就是警方要找的凶手 与此同时 法医对死者 进一步事件报告的结果出来了 发现死者轻额处的伤口 是类似棍棒状的物品 几大所致 而且还发现 死者的肺部有积水 其真正的死衣 是被淹死的 郭队听到这里 不禁感到了疑惑 难道死者 是被强奸后 扔到水里的吗 法医听后 做出了解释 从事件情况看 不像是强奸 但是 确实是发生过性关系 而且在他死前 还吃过一顿 丰富的大餐 根据胃内 食物分解检验 他生前吃过海鲜 死亡时间 应该是在饭后的 两个小时左右 另外 从死者体内存留的 精子量来判断 发生性关系的时间 在饭前的一个小时左右 郭队了解完情况 再次确信了 第三者的可能性 于是便对死者的人际关系 进行了调查 没成想 却意外地得知 陈美兰在本市 有一个向好的 叫做黄新田 郭队得知后 立马来到了他的家中 谁料到 黄新田 听到陈美兰的死讯 竟十分地悲痛 随后还向警方交代 他和杨晓明 已经是二十多年的好朋友了 但感情这事 谁也说不清楚 他和陈美兰两人是真心相爱 打算结婚的 在三个月前 他已经和妻子离了婚 可是陈美兰 却因为杨晓明最近的身体不好 怕将这事 告诉杨晓明后 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便暂时没有离婚 而出事的那晚 陈美兰表示 已经好几天 没回去看孩子了 于是黄新田和陈美兰吃完饭后 便将他送了回去 因为不想让人看见说闲话 两人便在陈美兰家附近的河边 散了一会儿就走了 郭德鱼问他是否与陈美兰发生过关系 没成想 此时的黄新田竟默默地跌下了头 承认了此事 正在众人了解完情况 打算回到警局时 魏丞相意外地碰到了杨晓明 杨晓明看到警方十分错愕 还向警方表示 你们不会也怀疑黄新田吧 他是我多年的好友 不会干出这种事情来 郭队见证便回答 每个线索 我们都会仔细地调查 经过一番对话 显然杨晓明并不知道妻子 与黄新田的关系 可是如果杨晓明 最后知道妻子和他最好的朋友 有如此的关系后 他又会是怎样的心情呢 另一边 小光跟着线索 找到了那把凶器 发现这把凶器正是之前 用来打捞尸体所用的那把耙子 而且根据调查还得知 这把耙子是几个环卫工人留下的 根据耙子上的指纹 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但是当时这几个环卫工人 都有不在场的证明 而凶器上也没有杨晓明 和黄新田的指纹 如果是凶手事后擦除指纹的话 环卫工人原有的指纹 也会受到受损 可为什么这些线索都没有得到证实呢 而且凶手想要杀人的话 丁帕那头明显更具有杀伤力 他为何会选择用把手这一头呢 就在郭队感到疑惑时 警员出风来到了这里 不小心踩到耙子上 瞬间的疼痛不禁让他叫了出来 可就是这样一个突发的状况 却让疑惑中 郭队一下子有了灵感 他继续踩着耙子进行着模拟 随后又找来陈美兰的鞋子进行了调查 果不其然在陈美兰的鞋底 发现了一个与耙子间隔一模一样的缺口 由此可以确定 陈美兰是在河边散步时 不小心踩到钉耙 碰撞额头后跌落下水呢 完全吻合 那天晚上 谁也没能想到 警方忙了这么半天 背后的原因就是一起意外 就在众人打算将案子进行归案时 局里突然接到了黄新田的报案 称有人要杀他 郭队立马赶到现场 却发现 此事的杨晓明 主动扑向了黄新田 格外的怪异 而黄新田则拿着一把螺丝刀刺向了杨晓明 郭队急忙走拦 并告诉了杨晓明 他妻子的死是个意外 凶手并不是黄新田 可是此时的杨晓明 却怎么也不肯 就这样放过黄新田 警方无奈 只好先将杨晓明送往了医院 结果一番救治后 杨晓明已经脱离了危险 郭队便询问杨晓明 在妻子出事的当晚 是否在现场 因为小区中 有人曾看到他出去过 而他出去的路线和时间 又非常地与案发时间相符 可是此时的杨晓明听到后 却毅然决然地否定了这个事情 郭队听到后也是非常的无奈 原来啊 那晚他也确实看到了 黄新田在河边跟自己的妻子亲热 而他当时的心里 恨不得杀了这对狗男女 可是没过多会儿 他妻子就踩到了钉耙 摔落在了水中 而他也因为心中的愤怒 迟迟没有做出反应 就这样慢慢地看着妻子被淹死 虽然杨晓明没有去杀害妻子 但是这样对妻子的见死不救的场景 也会成为他一生中的梦魇 如何也摆脱不掉吧 一家宾馆内 一名服务员照常地在打扫房间 敲了几下门 见里面迟迟没有回应 随后便拿出房卡打开房门 没成想打开房门后 里面的场景却让他大吃一惊 此时梦队接到报案后赶到了现场 通过观察这两人的瞳孔 发现这两个人还有生命迹象 于是赶忙拨打120进行抢救 在忙完这一切后 梦队在两人的床头柜前发现了一封遗书 可穿 请原谅我们最后的任性 请把我们两人一起下葬 别无他求 中国版施乐园 什么意思 渡边纯一的小说 两个日本中年人都有家事 来了把婚外生死恋 最后啊 福清化甲在酒店一起拥抱着自杀了 嗯 多亏是个暗眠药 梦队了解完情况 在四队现场进行了调查 梅成响在刚翻开窗上的被子 梦队便发现了一场 为什么这里的被子 会有一个被躺穿的洞口呢 为了调查线索 梦队拿来镊子 在洞里翻找线索 梅成响竟从中发现了一枚弹头 可是现场并没有发现任何枪支 这枚弹头又是从何而来呢 在疑惑中 梦队又对屋内的其他地方进行调查 随后便在窗帘上 发现了一个相似的洞口 观察了四周 发现这枚弹头正是从外面射进来的 而且子弹的射程至少是200米 可是这枚弹头又与两人的自杀 有什么关系呢 为了调查线索 回到局里的众人 立即对两人的线索展开了调查 发现这两人的身份都不简单 男的是大学教授 女的则是机关干部 因为各自都有家庭迟迟不能离婚 于是两人便来到酒店里 双双心情 而且警方还根据线索得知 这两人的人际关系中 没有一个是有过仙科的 显然现场发现的那枚子弹 和他们毫无关系 梦队了解完后便来到了小光这里 而此时的小光已经根据线索 对他们发现的子弹进行了分析 发现这枚子弹是一枚九毫米的子弹 而从枪唐线的擦痕上还可以看出 这是澳洲生产的手枪 我们国家并没有经购过 也就是说这是典型的走私案件 从殉情自杀变为了走私枪线 这会儿可真够刺激 却在众人了解完情况 想要进行调查时 小光又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根据小光模拟的弹道分析图可以看出 子弹是从另一栋大楼里射出来的 孟队了解后立马带队前往了小光所模拟出的射击地点 胡青的家中进行调查 队长出示了证件准备进行搜查 一进门才知道胡青家中来往的人员十分复杂 孟队直接开门见山地向胡青交代了他们前来的意图 没成想此时的胡青很是惊讶 还表示他一个小老百姓怎么可能会有枪呢 你们怕不是搞错了吧 孟队笑了笑便询问他案发当天的夜里在干嘛 没成想胡青却回答夜总会停电了 他当时在家里给一个朋友过生日 一直折腾到四点多才睡觉 孟队了解完后便来到阳台进行观察 发现这个位置非常符合子弹设计的地点 可是如果嫌犯不是胡青的话 那么还会有谁呢 为了盗查线索 警方便让胡青整理了一份当天夜里在这里过夜的名单 随后便离开了这里 回去的路上 何川告诉孟队 他从附近的居民那里了解到 当晚他们曾听到了一阵鞭炮的声音 显然那就是枪所发出的声音 而根据调查得知 胡青是夜总会的老板 黑白道都吃得开 难免会有人从中带着枪 警方觉得这个胡青的问题非常的大 于是第二天 警方来到了胡青的夜总会 找胡青再次了解线索 没诚想警方才刚进到夜总会里 便听到了一阵争吵 警方闻声感到 却发现此时的胡青 正被一个叫做沙沙的女子用枪指着 而沙沙此时还口口声声地嚷嚷着 让胡青还钱 如果不还的话 就将这件事告诉包哥 没诚想此时的孟队仔细观察后 却发现沙沙手中的枪 竟是一把玩具枪 孟队一把躲下了手枪 并询问到底怎么回事 没诚想 沙沙却表示是和胡青闹着玩呢 胡青看着如此状况 也在一边附和 孟队察觉此事肯定有猫腻 于是便来到了胡青的办公室 开门见山地询问沙沙 口中的包哥是谁 胡青却表示 那个包哥只是出手比较大方的一个生意伙伴 喜欢听蓝调 而那个沙沙也是生意伙伴 因为一起搞了点化妆品 最近闹了些点矛盾 才闹出这样的事情来 孟队看着死活不肯透露一点口风的胡青 无可奈何 于是便回到了局里 第二天又来到了沙沙的家中进行盗查 没诚想 警方才刚来到沙沙的家 却发现此时的他已经口涂白沫 躺在了地上 警方看沙沙还有呼吸 立马将其送往了医院 经过抢救后 这才保住了性命 孟队觉得这件事情 和胡青肯定脱离不了关系 于是便对胡青开始进行了监视 果不其然 在警方连续几天的监视下 胡青果然开始有所动作了 孟队见时机成熟 便下令对其进行抓捕 在审讯室内 胡青对着众多的线索 白口莫辨 这也得交代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 胡青因为做一顿会 交友非常广泛 而他的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枪 他非常清楚 枪的利润 能给他带来多少汇报 于是便开始做起了走私的生意 而当天的夜里 沙沙来到他的家里玩 不知从哪儿搜出来了那把枪 胡青他一直劝告 这是把真枪 可是沙沙这女人 却怎么也不肯相信 玩着玩着就开枪走火了 后来胡青因为沙沙 知道他的事情越来越多 而且警察还注意到了自己 于是便对沙沙 痛下杀手 可谁能料到 沙沙没死成 自己也因此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夜里城区内 发生了一起重大车祸 一辆轿车 发疯似的连创九人后 汽车逃逸 本身这起案件 是一起再普通不过的 交通肇事案 但是现场的民警 却从中发现了大量的疑点 最后找来了梦队 对这个案子进行调查 你在电话里说的那起交通事故 我在电视里看到了 怎么了 就是那一连撞了九个人的车祸吧 可不是吧 是这样 我们通过对肇事车辆检查 发现车上的每个零电都很正常 包括油路 电路 都没有什么问题 估计不是车辆故障导致 没有这些故障 车内也没有发现酒精气味 司机连续撞人之后逃逸 我们现在推断这是一起 故意伤人的车祸 那车主是谁 是电脑城的一个老板 他们一家人出去探亲 今天早上才坐火车回来的 回来之后发现车丢了 所以就报了案 用偷来的车做案 现场有目击证人吗 有 但没有一个能说出司机的长相 只知道他是个男的 为了查线索 梦队便带人来到了医院里 据了解 肇事司机一共撞伤九人 其中的三人受到重伤 被医院重点看护 而其中的二号 却让警方格外的在意 因为其余的两人都已查明身份 只有他的身份还不能确定 而从他的身上 警方只发现了一块 被压坏的手机和一块玉 因为手机里的内容 需要进一步的调查 梦队便在医院的带领下 来查看他们发现的那块玉 望着这块玉 梦队不禁陷入了思索 这块玉 到底与案子有什么关系呢 随后警方对案子进行了调查 发现没有任何的线索 就在案件一筹莫展时 梦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提出凶手 可能是冲着这九人的 其中一人而去的 所以这很有可能 是一起故意伤人案件 因为从车子撞击的力度 可以看出 凶手是想把什么人置于死地 可是他到底要撞死谁 又为了什么呢 就在众人疑惑时 何川回到了警局 他向梦队交代 他已经成功地根据线索 调查到了手机的机主 是本市电视台的主持人张阳 何川随后还表示 自己曾给电视台那边打过电话 想要了解这个张阳的消息 没成想电视台那边接电话的 正是张阳本人 据张阳交代 虽然这手机号的机主 是他没错 但是一直在用这手机的 却是电视台的女主持 五星星 而五星星 今天晚上六点钟 是要来台里录节目的 可是直到现在都没有来 难道他就是医院中 那个身份不明的商员吗 对了 还有一个情况 在这个手机上 有三条短信 我觉得比较可疑 第一个是昨天晚上十点钟发的 内容是 打电话为什么不接 你今晚回家吗 第二条是半夜十二点零发的 你到底在哪 为什么关机 还有一条是夜里一点钟发的 内容是 我先睡了 回家你自己开门 这三条短信 都是同一个电话发过来 看样子 和这二号床的人很熟 像是他的家属 孟队察觉到了问题 便让何川给这个号码打过去 美丞相 何川却表示 这个号码早已经打过了 一直处于关机 而电话那边的机主 警方也调查过了 正是五星星本人 可是五星星 为什么要给他自己发短信呢 警方越听越迷糊 于是便根据线索 来到了五星星的家 美丞相 推开门一看 竟发现了一具女性的尸体 而且已经死亡多时 从现场的痕迹来看 不像是外人作案 因为门窗都没有敲开的痕迹 但也不排除 窗户一直是打开着呢 就在警方对现场进行盗查时 女警员吴童 无意间在死者手中 发现了一根红绳 推测死者生前 应该何人有过私打 可是 这根红绳上的东西 到底会是什么呢 在疑惑中 警方将死者的尸体 运回了警局 进行了试检 得知死者21岁 死亡的时间是在凌晨2点 致命伤是头部 因受到顿器击打 造成颅骨粉碎而死 而根据死者的伤口 还推断出凶手的作案工具 可能是大号的钳子 而他脖子上的雷痕 应该是脖子上戴的手势等物品 被拉扯下留下的 但是令警方奇怪的是 死者并不是五星星本人 那他到底会是谁 为了调查线索 警方便调查了死者的邻居 这才得知 原来死的是 借助在五星星家的表妹 由此可以端定 此时躺在医院的伤者 正是五星星本人 可是凶手 为什么要对五星星 如此痛下杀手 而在五星星的家中 犯人为何要抢走 他表妹的视频呢 梦队觉得此时这些问题 五星星手中的玉佩 都能为他解答 于是便找来了 专业的古农师傅 对其进行鉴定 这才得知 原来这块玉坠 价值连城 至少值一两百万 梦队觉得凶手 应该会为了玉坠 再次下手 于是便在医院中 安放了监控 守住待兔 没成想 这是何川 又调查到了一个线索 发现 五星星在处始前 曾和一个电话 通了二十多分钟的电话 而警方拨打过去调查时 电话的那边 却突然挂了 用手机 打如此长的电话 他们到底在聊些什么呢 与此同时 何川还得到 另一个重要的线索 警方们找到的古董师傅 查到了这枚玉坠的来历 原来啊 这是一个叫做 刘新元的古董商人 第一架 逃来的 可就在警方找到 刘新元询问时 他却表示 这东西 是他送给五星星的 因为和他父亲 是九相十 觉得和五星星有缘 便将玉坠送给了他 另一边 梦嘴在医院蹲守时 终于有所收获 成功地逮捕了一名 正在对五星星 进行偷窃的犯人 犯人 叫做王志 在警方的逼问下 王志终于交代了 犯罪经过 原来王志本身 没有想伤害五星星 只要他交出 那个玉坠 便没有事情 可是五星星 却死活不答应 于是王志便 刺划出了车祸的事件 掩饰自己的身份 而这起案子 全是刘新远让他干的 说这事成了 他能得到十万块钱 可王志因为 没有完成任务 得不到十万块钱 于是便来到 五星星的家中 找寻玉坠 结果黑灯瞎火地 冒出一个人 王志看到个人 长得和五星星很像 于是就抢了他的玉坠 没想到 那女的 还跟他撕打了起来 因此王志 这才痛下杀手 梦对了解完情况 便根据线索 淡保了刘新远 在人赃巨货的情况下 刘新远终于交代了事情 原来 他并不知道 那玉坠的价值 因为他和五星星的 夫妻是朋友 对不开面子 于是就以十二万 卖给了他 可在两个月前 他通过途径 得知了这个玉坠的 真实价格 刘新远 顿时感觉晴天霹雳 于是便找到五星星 打算用二十万 买回来 可五星星 怎么也不肯 愤怒的刘新远 便找来了王志 想要吓唬吓唬他 可没成想 王志 仅因此惹下了 如此大的祸端 一高档想去内 发生了命案 据了解 死者是名女性 是这个小区的业主 一位楼下的住户 发现家中漏水 于是便找来物业 这才得知 楼上出了事 可是就在民警 接到报案赶到现场时 却发现 屋内已经被水淹了 而死者就躺在这个屋子的最后一间卧室里 只见一个女子正安详地躺在床上 已然没有了呼吸 为了调查线索 警方便开始对现场进行勘查 没成想 竟在床头柜上 发现了一瓶安民药 最后又在床底下 发现了一个空了的酒瓶 可这两件物品 与死者的死 又有什么关系呢 郭队无奈 便让警员 将这几样政务 带回了警局 独自对现场 再次进行调查 可刚从卧室出来的郭队 便察觉出了问题 为什么客厅里的椅子 静止地 朝着厨房的方向倒去呢 在疑惑中 郭队来到了厨房里 环视一圈 却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就在郭队照样离开时 地面上的一个黑色的玻璃碎片 引起了他的注意 郭队捡起来 一看不禁陷入了怀疑 为什么在这厨房内 只出现了这一块 细小的玻璃碎片呢 他与这起案子 有什么关系呢 另一边 法医对死者的尸体 进行了尸检 尸体被发现致命伤痕 初步尸检像是自杀 死亡时间 大概在昨天的夜里 十一二点左右 但是 死者死前有过性行为 应该就在服用安眠药的前后 与此同时 警方对死者的详细资料 进行了调查 得知 死者叫做张南 在南方 当过小姐 挣了钱以后 回到了这里 买车买房 再次定居 可是死者在这种 安逸的生活下 他有什么理由 要去自杀呢 就在众人疑惑不解时 郭队提出了 破案的两个明确方针 第一 就是要找到 死者生前 和他发生关系的那个人 而另一个 则是要查明 现场发现的 那个可疑的玻璃碎片 众人了解完情况后 便根据郭队提出的方案 进行查案 没诚想 此时的小光 已经在玻璃碎片上 发现了重要的线索 玻璃碎片边缘 又被人打过的痕迹 而且根据材质 还可以看出 这是一副墨镜 所留下的 具体有没有度数 则需要进一步地调查 郭队了解完情况 只好先对其他的线索 进行调查 找来死者的父亲 对死者进行任命 没诚想 此时的父亲 一见到女儿的尸体 便开始痛哭起来 感觉没有一丝 对女儿工作的偏见似的 难道 他的父亲 并不知道 女儿的情况吗 为了调查线索 郭队便对死者的父亲 进行询问 没诚想 他的父亲 确实不知道 女儿的具体工作 只知道 他这个女儿 非常的聪明孝顺 在外 做着公关的工作 还年年地 往家里寄钱 警方听后 一时感觉到无语 只好对其他线索 进行调查 就在这时 小光根据技术还原 在玻璃碎片上 发现了重要的线索 发现这碎片 确实是墨镜留下的 而且还是一副 高度数的墨镜 整整高达950度 郭队听完后 不禁陷入了思索 于是再次 招来了死者的父亲 询问他女儿 是否近视 没诚想 他的父亲却表示 他女儿的眼睛 又大又亮大 好得很 并没有近视 这一番话 不禁让案子 陷入了僵局 如果不是张楠的 眼睛碎片的话 那这碎片 到底会是谁的呢 就在警方 询问过后 一个男警员 找到了郭队 趁在张楠电话的通讯记录里 找到了重要的线索 发现他曾与 一个叫做大虎的人 经常联系 郭队听完后 便根据线索 招来了大虎 没诚想他却说 自己和张楠 只是朋友关系 而他 已经很久 没有见到张楠了 最近的一次见面 还是在五天前 随后还表示 张楠这个人 非常地热爱健身 几乎每天 都要去健身俱乐部 所以猜测 警方肯定从那里 能得知一些线索 郭队听完后 便留下了大虎的血液 进行DNA检测 所以我便来到了俱乐部 找来正要上课的 精神教练 进行询问 有什么事吗 我是刑警队的 警察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你看一下 这个人是不是 在你们这练浸身 对 他经常来 经常来 不过今天没来 你跟他很熟 没有 我跟他不是很熟 那谢谢 再见 就在众人 看没有任何线索 正要回警局时 健身俱乐部中 教练们的个人检验 引起了过兑的注意 个人简历中的教练 戴着金氏镜 可是 他为什么教人跳舞的时候 要戴着墨镜呢 难道 他在里面 戴着隐形眼镜吗 另一边 小光对大虎的DNA 检测得出了结果 发现大虎的DNA 与死者体内残留的并不相符 可是凶手还会有谁呢 这时 郭队想起了那个健身教练 他也和死者认识 而且还有可能是个近视 他会不会是凶手呢 为了盗查线索 警方再次找来了教练 进行询问 而这回 也是一如既往的结果 好的警员 这回留了个心眼 在离开剧路部前 成功地在他身上 取走了一根掉落的头发 与此同时 女警员也调查出 这个教练确实是个近视 在种种线索下 警方可以断定 这个教练的作案嫌疑 非常的大 于是众人 便回到局里 进行DNA鉴定 美丞翔 鉴定的结果 正如他们所料 健身教练的DNA 与死者体内残留的 完全吻合 也就是说 这个健身教练 正是凶手 得知线索后的郭队 立即派人 将他带回了警局 在众多证据下 健身教练终于说出了实情 原来啊 那天晚上 他在张楠的勾引下 去了他的家中 美丞翔 教练看到张楠住的地方 如此高端 于是心中便起了歹心 让张楠喝下 带有安眠药的酒 随到过去 自己好将他家中的财物带走 在别的地方 重新开始生活 美丞翔 这酒和安眠药 尽起了反应 咬了张楠的命 一时慌乱的他 逃离了现场 中途摔倒在了客厅里 将眼镜还给摔碎了 所以他只好将眼镜的碎片 收拾干净 随后又放着水龙头的水 想要以此来掩盖 自己的痕迹 谁承想 骚完一切的他 怎么也没料到 居然会因为一块玻璃碎片 暴露了自己 俗话说得好 人为财死 鸟为食亡 当金钱的诱惑 出现在你的面前时 你是否还能不为所动呢 一男子在和平游泳时 意外地发现了一具尸骨 郭队接到报案后 立即赶到了现场 却发现 此时的现场 却只有残存的尸骨 和死者已留下的衣物 并没有其他线索 郭队无奈 只得将现场的证物 带回警局 进行尸检 根据试检报告得知 死者实名男性 骨灵大约50岁左右 身高1米75 他的颅骨上 曾有被钝起击打 造成粉碎性骨折的痕迹 其他的地方 没有发现外伤 而从死者死之的 受力程度来看 他应该是个 不经常从事体力劳动的人 具体的死亡时间 则需要进一步的检测 另一边 警方又得死者 遗留下来的物品 进行了调查 发现死者生前 所穿戴的物品 并没有淹水的浸泡 而产生损坏症 由此可以看出 死者的生前 非常的有钱 郭队在了解完情况后 便打开了死者的腰带 进行查看 却发现腰带上面 好像有着什么字 拿了显微镜 仔细查看后 却发现 腰带上竟写着 吕东山要杀我 这难道 是死者留下来的线索吗 就在两人疑惑时 死者准确的死亡时间 也出来了 原来 死者早在八年前 就已经死去了 可为什么八年前的事故 今天才被人发现呢 为了调查真相 郭队便让小光 对死者进行了颅骨还原 找到了死者的资料 原来 死者叫做江义雄 是八年前一起绑架 失踪的政权老总 因为当时 江义雄非常的有钱 大家以为 劫匪肯定是冲着他的钱去的 还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可没争想 他们竟在今天 找到了江义雄的尸骨 郭队在了解完情况后 并查看当年 绑架江义雄案子的资料 却发现 把江义雄绑架的犯人 张浩和洪奇 两人早就被抓了 但是警方当时 由于证据不足 只判了两人 盗窃车辆的罪名 而江义雄自那以后 便下落不明 郭队为了得知更多的线索 便找来了当年 操办这首案子的蓝警官 蓝警官在听说 郭队他们找到了 江义雄的尸体后 非常的高兴 随后便和郭队 说起了当年案子 所出现的线索 江义雄的车上 到处布满了 张浩和冯奇的指纹 车里边和后备箱 是江义雄的血迹 这是奇异啊 第二呢 还有一盘电话录音带 是这个绑匪 向江义雄的太太 所有赎金的几段录音 可是通过比对呢 声音不像是张浩和冯奇的 是另外一个男人的声音 警方了解完后 便打算将录音和导案带 回警局进行调查 可是这时 蓝警官的一番话 却让警方陷入了疑惑 因为张浩和冯奇 在很久之前就已经死了 他们因为盗窃罪 被判了三年 没成想 出狱后张浩 因为吸毒过量死亡 而冯奇 则在第二年出了车祸 在线索断了的情况 郭队便在蓝警官的单龄下 找到了江义雄的太太 进行了解 原来当年江义雄的妻子 因为报案不及时 便错过了最佳的搜救时间 结果绑匪拿到了钱 人却没有放回来 随后警方根据线索 抓到了张浩和冯奇 从此 这起案件陷入了僵局 与此同时 局内警员对皮带上的名字 进行调查时 却发现了重要的线索 本事一共有四个 叫做吕东山的 而警方却发现在江义雄公司的股东里 恰好就有一个叫做吕东山的 郭队为了了解情况 便来到了吕东山的家 据吕东山交代 他以前确实和江义雄有过合作 也因此赚了不少钱 可是后面却赔得差不多了 从此便退出了股市 这时 女警员却突然闭闻了吕东山 因为据他了解 吕东山在八年前 曾卖出去过一只股票 在卖出的第二天 接连几个涨停 这只股票也因此赚了三千万 而吕东山将股票卖给的 正是江义雄 可是在一周后 江义雄就被人绑架了 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 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吕东山听完后 反而笑了起来 反问郭队 他为何要杀江义雄 虽然他被江义雄 坑惨赔了三千万 可是他这几年 在江义雄的帮助下 已是赚了几百万呢 况且 江义雄在当时 可是个风云人物 有非常多的后台 他何必要跟他过不去呢 郭队在听完吕东山的证词后 不知该如何是好 只得继续调查其他的线索 随后便根据线索 找到了犯人张浩的父亲 进行了解 因为张浩 在入狱前 并没有吸毒记录 可是为何 他会在出狱后 沾染上毒品的呢 原来张浩在出狱后 并被毒贩子给盯上了 随后便将张浩 带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而警方就在找到毒贩子 想要了解完情况时 他却跟警方 交代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张浩曾跟他说过 他的那些钱 全都是一个叫做成哥的 给的封口费 因为他们杀了个人 还将他丢到了水库中 可是这个成哥 到底是谁呢 他与吕东山 与江一雄 又是什么关系呢 另一边 小光对吕东山的背景资料 进行调查时 却发现了重大线索 吕东山多年来户口上 都只有他一个人的名字 可是这么多年 他的物业费 取暖费 却都是帮吕东山 推轮椅的贾成签的 而根据调查得知 这个贾成 几十年来 一直跟随在 吕东山的身边 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 那么 这个贾成 会与那个成哥 有什么关系吗 郭队 陷入了疑惑 于是便将 绑匪的声音 与贾成的声音 进行对比 却发现 两者竟完全温和 毫无疑问 贾成 参与了绑架 为了盗查真相 郭队再次来到了 吕东山的家中 并给吕东山和贾成 放了当年绑匪的声音 与贾成的进行对比 此时的吕东山听完后 非常的顿惊 他想不清 为何跟着自己多年的贾成 会干出这种事 难道 他与江义雄 有什么深仇大恨吗 在吕东山 咄咄逼人的询问下 贾成 终于交代了事情 原来 贾成在得知 吕东山被江义雄 骗走如此多的前后 为了帮吕东山报仇 于是便召来了张豪和冯奇 一同杀害了江义雄 没成想 两人出狱后 却开始变门加厉地 敲诈起了贾成 贾成看着吸毒的张豪 命不久矣 便将张豪杀害 一决后患 没成想 当时就被冯奇看见了 于是一不做 二不休 将冯奇也给一并解决了 警方听完后 便陷入了疑惑 为何贾成 要帮吕东山 做到这种程度呢 原来 贾成的家里 曾发生了地震 吕东山为了救他 便被砸断了双腿 自那以后 贾成便对吕东山 非常的感激 可没成想 贾成对吕东山的回报 竟是如此的沉重 伴随着贾成的认罪伏法 案件到此也就结束了 城去的东湖 发生了一起命案 一女子被人杀害后 抛射在湖中 警方通过 警方通过对死者尸检发现 死者的死因 是因为所测进度 脉被割伤 导致失血过多死亡的 古灵大概40岁左右 而从尸体被浸泡的情况来看 案发的时间 就在这三天 郭队为了调查真相 便派人对这几天的失踪人口 进行了调查 随后便在失踪人口网上 找到了线索 原来 死者 名叫方秦 他所失踪的第二天 家属就来报案了 而且还留下了方秦的DNA 另一边 郭队在一所小区的监控内 也发现了线索 监控中 一个女人在凌晨 被两个男人所追赶 随后便逃进了一辆白色的轿车上 逃离了现场 郭队觉得可疑 便让小区的负责人 带他们来到了监控中的地方 没成想 早已来到现场的民警 已经把现场发现的三处血迹 保护了起来 随后警方 还在离现场不远的草地里 发现了一个带血的白金戒指 上面还刻着什么字 警方陷入了疑问 难道这里发生的案子 与警方在东湖里 打捞上来的女尸 有什么关联吗 为了调查线索 警方便将这些东西 带回了警局 在反复的调查下 警方在戒指里 查出了端倪 戒指内部的字 竟然是一个男人的名字 男人叫做周国同 郭队了解完情况后 觉得这枚戒指 应该是枚戒 于是便让人 调查全是18岁以上 叫做周国同的人 另一边 小光在网上调查室 发现了重要的线索 有人在网上 上传了一段杀人的视频 而杀人视频中的被害者 正是警方 从海中打捞上来的 女尸方琴 这个视频里的中年女人 就是方琴 这是我刚刚从 这个自制的杀人网站 截取的一段视频 你们看 经典杀人案例 名人被杀真相 历史上最著名的谋杀 现实中最刺激的杀人过程 杀人视频点拨 这些都可以在这个网站里找到 这帮人也太嚣张了 郭队在了解完情况后 也非常的愤怒 立即让小光 赶紧查封了网站的IP 随后又根据IP地址 来到了一处居民楼内 逮捕了网站的管理员 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 网站的管理员却表示 你这个杀人视频 这两天一直在网上传播 都是从你这个网站发出去 我是客网 CEO 这个视频你参加制作没有 没有 超门工厂下午 传给我 我上传的 带回去 另一边 警方根据调查后 成功地查到了周国同的信息 警员告诉郭队 全是只有这一个符合条件的人 年龄45岁 是个作家 妻子叫做蒙小卫 了解完情况后 郭队便根据线索 来到了他的家中 却发现 此时的家里 只有他的妻子在家中 女警便询问张小卫 是否丢了枚戒指 随后还将戒指 拿出来给他查看 没成想 此时的张小卫 看到戒指后 却慌慌张张的 非常的可疑 女警见状 再次问他 身上的伤 是怎么回事 撤下 张小卫心中的方线 终于破了方 向警方诉说了 自己心中的委屈 原来张小卫 怀疑自己的老公出轨 便在网上 找了个婚姻侦探所 想要调查一下 自己的老公 可没成想 对方竟是打着这个招牌 杀人取了的小流氓 在前不久 有一个叫做劳拉的 找到了张小卫 说能帮助他 解决婚姻的问题 张小卫动了心 便带着好友方琴前去 没成想 两人才刚进屋 就被打棍在地 死死地捆绑住 被绑在角落里的张小卫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好友方琴 被他们割破了喉咙 可那几人 好像当时也被吓坏了 没想到 人真的会被他们杀死 其中的一个男人 失去了理智 想要杀了张小卫 来隐藏真相时 却被同伴制止了下来 在几人商议后 两名男子 决定先去处理 方琴的尸体 而劳拉则趁着两人 去处理尸体的空档 偷偷地放走了张小卫 随后便开车 将逃命的张小卫救了出去 而回到家中的张小卫 也因为劳拉他们手中 有他们一家的照片 和他调查丈夫出轨的证据 生怕他们会接机报复 便没有选择报警 另一边 小光和网站的管理员 为了调查出幕后的真凶 开始进行了钓鱼执法 利用犯人对网站管理员的信任 套取到了对方的IP 随后成功地 在他们的窝点 抓捕了三人 在争端的证据下 他们正好交代了诗情 我们想做一个 与众不同的网站 国外有专门杀人网站 点击率相当地高 受益也挺不错的 我们也想做一个 类似的网站 我们真的没想杀人 网络视频作假是挺容易的 如果被假杀者不知情 那么拍出来跟真的一样 所以 我们就以婚姻侦探公司为幌子 招来那些不知情的中年妇女 那天 谁都没有想到 卡丁车会因为太头乱失了手 我们当时都吓坏了 等我们清醒了以后 决定先把那个人弄出去扔了 可是 我们在如何处理 那个叫张小卫的人身上 发生了分歧 我趁他们不备 把张小卫给放走了 说完这些后 罗拉落下了眼泪 想要和警方说情 还说一定会改正 可是这些东西 能去轻易改些吗 真的以为 现实和网络一样吗 犯下错误 点下鼠标 就能重新开始吗 他不能 人一旦走上了歪路 那他付出的将会是这一生的代价 警方接到报案 有一个施工队 从一口枯井里 发现了一具小孩的尸体 尸体呈现高度腐烂 明显是已经死了很久的了 现高施工队的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本身是要把这一带的井都给平了的 做开发区征地用 可是刚挖没多久 就发现了一口枯井内 有小孩的头发 上面还有骨头 便报了井 陈队因为线索有限 便下了井 对井里进行调查 经过调查后 警队发现 在井底的土里 好像埋着什么东西 挖出来一看 居然是一个捕娃娃玩具 陈队猜测 可能是这个小孩心爱的玩具 于是便把玩具也带了回去 经过法医对小孩的尸检报告显示 死者是一个仅仅三岁的女童 法医从死者的头发上 发现了海洛因的成分 所以猜测 女童生前很可能服用了过量的海洛因 而此时 因为尸体呈现高度腐烂 所以并不知道这是谁家的孩子 也不能确定孩子死亡后的准确时间 此时案情陷入了僵局 于是陈队 便派唐辉和赵新 前往附近的村子去询问 是谁家丢的孩子 并让他们查查最近失踪人员的记录 队员们随即就在附近的村子里进行了调查 而经过调查得知 附近的村子中并没有丢过什么孩子 而最近因为这口枯井中发现孩子的尸体后 更是有很多家里不让孩子上学了 队员们闻讯无果后便回到了局里 但是根据失踪人员记录得知 在六个月前曾有一对夫妻 包括儿童的失踪案 至今孩子也没找到 而这对夫妻家 尼娜勾进却非常远 于是陈队便找到了这对夫妻 并询问 这是我们队长 这就是丢孩子那家 王平和郭蕊 你好 请你们来的就是想证实一下 这个娃娃你见过 没见过 你们的孩子是怎么丢的 就是 就是那天我把他放在门口玩 我回屋去拿水 可是一转眼功夫一出来 孩子 孩子就没了 他几岁 三岁 警察同志 是不是我们的孩子 有啥消息了 就是我们从井下 挖出了一个孩子 是个三岁的女孩 现在我们需要 从你身上抽血 做个化验 希望能配合 此时唐辉 带着王平的DNA 与女童的DNA 进行对比 由于线索过少 而唐辉就和赵新 再次来到井里进行调查 而经过仔细的调查后 赵新在图里意外地发现了一根短发 怀疑可能是孩子父母的 于是便带了回去进行化验 而经过化验后得知 这根头发正是王平的头发 此时孩子准确的死亡时间也算出来了 死亡时间去现在有180多天 这就证明王平曾在180多天前去过井下现场 于是警方立即派人前往王平和郭新的家 可一进去 警方就懵了 只见一帮人在屋子里吸毒 而王平和郭新在那里格外地享受 于是警方就把王平和郭新带了回去进行审问 根据审问后 两人也交代了事情经过 我们的孩子叫鸭鸭 谁瞧见谁都喜欢 胖乎乎的 就喜欢在我身上爬 那天回到家 我老婆就像疯了似的把头往墙上追 我问她咋了 她说我俩藏的粉 让孩子不小心给吞了 之后那孩子就直挺挺地躺在床上 案件到这里就结束了 孩子因误实了父母藏起来的毒品而休克 而父母为了自己的私欲 不顾自己的子女 最终导致可怜的孩子在痛苦中死去 可谓是非常自私的了 一页别墅里 一家三口被人杀害的家中 郭队接到报案后 立马赶到了现场 据当地的民警交代 这一片的治安都非常的好 都是一些老实本分的人 他在这干了十多年都没有问题 而发生这种事 还是他第一回遇到 郭队了解完情况 便来到了别墅内 可以推开门的场景 不禁让他大吃一惊 一家三口 全部死在了别墅的走廊内 其中还包括年龄较小的孩子 凶手如此残忍地进行灭闷 难道是和他家有什么恩怨吗 与此同时 警方对现场进行了调查 得知这栋别墅的男主人叫做刘东生 是个建筑承包商 警方所在的这栋别墅 就是他自己的工程队间的 而报案的人则是刘东生的助理 如果不是他给刘东生家打电话 看没有人接跑过来查看情况 估计到现在都不会有人知道 他们家出事了 另外 警方还根据调查得知 刘东生前不久 承包的工地出了事故 死了几个工人 而死者的家属 因为赔偿金的问题 还和他产生了纠纷 郭队了解情况后 便叫人将现场的三具尸体 带回了警局 随后又对现场进行了调查 围城墙 却在调查过程中 警方就在现场的脚印里 发现了重要的线索 顾顿 现场除了三个死者 光着脚留下的足迹以外 还发现两个可疑的鞋印 一个是41码的 一个是42码鞋 可是这几个脚印 到底是谁留下的呢 与此同时 负责侦查别墅外的警员 也一看查完毕 他在别墅外 发现了几个车子 刑逐的痕迹 和一些足迹 可令他奇怪的是 这车痕 并不是刘东升 家里停的那辆 而这些足迹 全部都充电在一起 像是有人 故意在门外 徘徊一样 难道这人 是帮忙放哨的吗 在疑问中 警方回到了局里 找来了刘东升的助理 让他召集一下 出事工人的家属 随后还向他了解了 刘东升现前的事情 你们刘老板 是不是拖欠过 工人的工钱 这个 国队长 不瞒您说 现在当老板也不容易 一时资金周转不灵 是常有的事 偶尔拖欠工资 也不能都怪老板 那施工事故 善后工作没有处理好 家属门闹事是怎么回事 其实老板也没有 不想给他补偿 就是觉得 他们要的钱太高了 想渗渗他们 在询问过后 郭队便向工人的家属 进行了解 没成想 他们却表示 虽然去了 刘东升的家里 一套说法 但是并没有杀人 因为刘东升 曾向他们表示 他一定会抽口钱 送出赔偿的 就在郭队 陷入疑惑时 一名女子 继母的伤痕 引起他的注意 可就在警方 询问过后 他却表示 这是被拉链划伤的 可是事实 真的正如他所教的呢吗 另一边 法医通过识解了之 刘东升 被类似匕首的戾气 刺中了多次 胸膛几乎被刺烂 而他的妻子和孩子 也是被戾气 刺中要害而死 可是当时 凶手的怨恨程度 似乎低了一点 因为尸体上 没有那么的伤口 可是凶手 到底和刘东升 有着什么样的仇恨 让他连这么小的小孩子 都不放过呢 另一边 警方对现场发现的车痕 进行了检测 发现这是一辆 金风面包车的轮胎痕景 郭队了解情况后 便调去了案发当天的记录 看着照片的郭队充满了疑惑 为什么这面包车的轮胎印 会出现在别墅外呢 为了调查线索 郭队再次来到了现场进行调查 却发现了之前没有注意到的问题 他们一家三口 为什么倒的方向 这般整齐呢 难道这是凶手逃走的方向吗 为了调查线索 郭队便根据他们倒下的方向 来到了刘东升的办公室 进行调查 没准想 警方才刚到这里 便发现了重要的线索 因为此时的地上 有一个倒下的台灯 而办公室的书柜上 也有翻动过的痕迹 应该是少了什么东西 郭队从中 意识到他们侦查的方向 可能产生了偏离 于是再次 找来了刘东升的助理 询问书架上的物品 没准想 助理却表示 书架上确实放着东西 那层放着呢 是一尊纯金打造的中盔 是刘东升用来避邪消灾的 可是现在为什么不见了呢 郭队了解完情况 便对这起案子 重新的进行了分析 在这之前 我们的注意力 主要集中在仇杀 但是经过现场复原 我们发现凶手 并不是有备而来 也就是说 凶手的本意并不想杀人 你们看刘东升的伤口 虽然刀伤很多 但是有的伤口之命 有的伤口并不知命 再有 就是现场踪印的鬼 你们看 凶手很多次 想往我们来跑 可是刘家仁呢 并没有逃跑的迹象 你们试想 如果一个人被人 从后面用刀追杀 他有不跑的可能吗 那么只能说 刘家仁把凶手 当成了盗子 他们想合力捉住 凶手和刘家仁搏斗 慌乱之中 杀死了刘家仁 由此可以断定 现场的凶手 有两个人 小光随后又表示 搜信长发现的那根毛发上 发现了大量的流元素 这是只有在工地上 经常接触水泥加工 手势加工 和熟食加工的人 才会有的 郭队了解情况后 并让警员 以此标准来进行调查 随后又派人 来到了进步 有伤口女女子家中 进行DNA采集 经过一份发言后 警方发现 死者妻子接加凤女的DNA 就与该女子的完全一致 警方了解情况后 便对其实施了抓捕 那时候想 女子在局内大喊冤枉 直言自己没杀人 虽然他撒了谎 但这只是被刘东升老婆抓的 因为他非常的需要钱 便来到了刘东升的家里摧战 在看到书架上 有尊金钟魁石 便想拿着这个底栈 没成想 刘东升的老婆不干了 还出言对其侮辱 说这玩意儿 他一辈子都埋不起 女子气不过 便开始和柳东升老婆撕打 这才被抓伤了脖子 讨债美讨成 还为此丢了一根项链 而那根项链此时 已经被他送去了首饰店 进行维修 因为和那老板聊得来 女子便将要当的是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店主 没成想 当时店主学完项链后 还特意问起了 柳东升家的地址 是要去他家找点活来做 梦队察觉到了一丝问题 便根据女子交代的线索 来到了首饰店进行盗查 没成想 警方竟因此发现了 那辆可疑的面包车 还有那尊不见踪影的金钟辉 而中国DNA的对比后 也正是在现场的男人头发 正是首饰店老板留下的 在众多的证据面前 首饰店老板正好交代了反省事实 原来那天他从女子口中 得失金钟辉的消息后 心中便产生了道歉的心思 他找来了家人 去柳东升里家偷东西 没成想 却因此惊动了这一家人 本以为刘家人会因此害怕 谁能想 刘家人却一股脑地上前 给他撕打了起来 这才导致他们一家三口 惨遭灭门 为了一尊金钟辉 导致全家灭门 不知刘家人的心里 是怎么想的 难道 相比生命来说 金钱更加重要吗